丹贝尼45街靠近德明中学附近傍晚发生致命车祸 两名男生被一辆水泥车撞死 民防部队傍晚大约6点接到通报 医疗人员抵达现场之后 宣告两名男生身亡 死者年龄分别为10岁和13岁 有公众透露 意外就发生在距离德明中学校门大约50米的地方 他还看到两个男生的身旁有辆撞毁的脚踏车 56岁的新加坡籍司机因为形容鲁莽 导致他人丧命当场被捕 调查仍在进行中